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善叶道经的生命 最后一句看齐 齐身相端也 众功尊敬 这是段成会 所得的八种善果 里面的第七种 身相端也 端是端正 庄严 佛法里面所说的庄严 就是一般人 所讲的美好 端庄 美好 那么由此可知 佛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 说一切众生 借由儒来智慧得相 这句里面的相 就是说的身相 端也 端正 美好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 这是自信 自然的流露 在如来果地上 是究端的流露 那么我们今天 这个相 会变成 这样的丑陋 原因 就是贪嗔痴 尽死 沉沙烦恼 把本来 圆满 庄严的 向好 转变成这个样子 这正是世尊 在本经太端 就给我们 开始 一切伐 从心相生 真心 是纯善 是至善 古身心 先所说的 至于至善 至善在哪里 至善就是本心 就是本心 真心 真心 变现出来的境界 就是至善 心不真 心不成 就将至善 祝福如来 跟九法界众生的差别 在哪里呢 无非是 无非是 无非是究竟 圆满的 恢处 恢处了 恢处了真心 恢处了真心 自信 在这下 一种 一种 法界 于是才敢得 众公尊敬 这个众是大众 哪些大众呢 祝福如来 祝福如来 互相尊重 互相的尊敬 祝福如来 互相尊敬 久伐皆众生 哪有不尊敬的道理 我们仔细 去思维 去体会 祝福如来的尊敬 是真诚 究竟圆满的 九法界里面 觉悟的众生 都知道尊敬 只有迷惑颠倒 不知道尊敬 不了解四十真相 他的尊敬心生不起来 他被烦恼盖付出了 可是 在究竟觉悟的人 这个究竟觉悟 我们如果把这个 标准 降低点 远言叫 出著菩萨 破一瓶 无名 正一分发身 这是真的 觉悟 这个时候 他们跟诸佛如来 一样 尊敬 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 不尊敬他 他尊敬 六道众生 为什么呢 这他觉悟 道理就在此 觉悟 必定 人家 必定是 无条件的 帮助 照顾 这是觉悟的样子 我们细细观察体会 能明了 他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决定 没有救 在佛法里面讲的 证据 他没有 所以佛法的修许 圣贤的教导 怎样能够 其如呢 决定不是 记问之学 记问之学 对于我们 只是一个影像而已 让我们在迷惑颠倒之中 听说有这么一段事情 不能入境界 要入境界 一定要真干 真的讲的 这个真干 佛在本经上 指导我们 就是断收 修设身 必须叫自己 心里面 丝毫 成会心 都没有 贪嗔痴 要写尽 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 能够爱护 小动物 爱护蚂蚁 我们受到启示 杀死蚂蚁 太平常的事情了 小朋友会反问一句 如果你是蚂蚁 你愿不愿意 别人杀你的 这是智慧 这是智慧的方法了 古圣先贤所说的 极所不欲 勿施愿 我相信这个小朋友 这两句话没念过 他也不懂这个道理 但是他做到了 他为什么会做到 天心 天心就是自己的真心 自己的本性 小朋友的心 还没有被世俗 烦恼的污染 他的本性还在 他所用的心 跟祝福菩萨的心 是一样的 如果能够 永远保持 赤子之心 这个人就是佛菩萨 如何能保住 这是大问题 他现在还小啊 到十几岁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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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o 兽10几岁 三十几岁 40几岁 污染就最严重 完全 弥捨了本性 所以故人教导 怎样抱持你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就是说 完全没有被污染 不需要圣行教导你 他齐心动念 所作所为跟诸佛菩萨大圣大行 居然是一样的 我们要学 我们很不信 早年没有人教导我们 我们在社会这个染缸上 已经被污染了 已经被污染 现在再要把污染去掉 当然不容易 可是自己要晓得 这个污染不除掉 决定高 深思轮回 不能处理 如果我们真正习求 这一生当中 处理三级 了脱生死 不再搞生死轮回了 必须要把污染 断掉 对于我们来讲 唯一能够帮助我们 断这些污染的方法 就是读诵大臣 为人也说 读诵是听佛菩萨的教诲 听了之后 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 把自信里头 真实圆满的爱心 重新发掘出来 这个大慈大悲 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 不是从外头学来的 我们是被烦恼吸气 这些污染盖付着 透不出来 透出来的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损人利己 这是决定错 我们讲习当中 常常提醒大家 损人决定不利己 只有利人才是利己 损集利人呢 那是真正的利己 这个道理深的 一般人不懂得 不懂得的原因 还是烦恼吸气太重 因为这是信的 这不是修来的 是自信本具的 是自信本具的 我们都没有办法 我们都没有办法觉悟 都没有办法回头 这个就是所谓是 业障神重 深重到变成 一禅体 一禅体是印度化 意思是 善根都断掉了 善根是没有断 比喻 这个断是个比喻 佛怎么样教 怎么样提示 你这个善念都提不起来 虽然善根没有断 好像是断 严重到这个程度 那么由此可止 贪嗔痴减少一分 你的善根就增长一分 减少两分 善根就增长两分 善根决定是利他的 贪嗔痴 决定是自利的 所以自利 往下堕落 堕到过底 就是阿比迪 利他是往上身 升到最高峰 就是究竟圆满佛 基于我们要想求佛道 你要真正懂得 学及为人 这是佛道 这是菩萨道 为人当中 还不能够学及 这就是 善业里头 夹杂者不善 佛在这个经 前面教导我们 教我们成佛之道 常念善法 心善 善法是利贪嗔痴 是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观察是行善 思维是念头善 心善念头善行为善 这个人就是佛福色 不容 毫分不善 夹杂 如果夹杂者不善 是九法界的种子 都要知道 我们一般讲 摄法界 摄法界里面 是修善 夹杂不善 如果是 毫分 不善 都不夹杂 他在一阵法界 他就不在 摄法界了 一阵法界 是真实的国报 摄法界 这个四圣法界 是相似的国报 不是真实的 你看天台大师 摄六祭福 我们六道凡夫里面 只有礼祭福 名字祭福 观行 六道 六道指到此地 四圣法界 是相似 基福 你们想想 相似 不是真的 一真法界里面 才叫分正 基福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了 我们要不要 主持法界的 四圣法界呢 不要啊 不要是我们的愿望 实际上我们能不能做到呢 难啊 见识烦恼 断经了 这才能生到四圣法界 沉沙烦恼 断经了 还要破一瓶无名 这才能超越四圣法界 不容易啊 八万四圣法门 都是这个途径 这叫做通土大道 普通的成佛之道 从这个道路上走 我们末发众生 一个成就的都没有 这就是肯定 没有能力断烦恼 所以佛法传到末法了 八万四千法门 诸位要知道 只剩一个法门 能走得通 代业往生 只有这一门呢 能够帮助你超越十法界 除这一门之外 决定找不到第二门 禅 禅是个捷径 是个好法门 你们看看过去 谭虚老法师 所讲的 谭老师肯定的说 在这个时代 从禅修行成就的 超越四圣法界的 一个人都没有 他在一生当中 他说他见过 修禅得禅定的 得禅定的人 将来到哪里去呢 四禅定 你能够振得了初禅 你生初禅定 你振得二禅 你生二禅定 出不了六道轮回 什么样的人 才能出六道轮回呢 大吃大悟 鸣心尽心 谭老师 他在一生当中 一个都没见到 不但没有见到的时候 听都没有听说过 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 尽忠发门 烦恼吸气没有断了 虽没有断 他有能力辅助 这个要懂得 如果辅度辅不住 这一生也不能成就 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念佛的功夫 要能够服烦恼 虽然有烦恼 有吸气 决定不起作用 这是真的辅助了 这样才有把握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是众共尊敬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祝福如来都尊敬 都给你鼓掌 你难得 你这一生成就了 祝菩萨 祝大阿罗汉 没有不赞叹 所以 同修们 要想在这一生成就 不能够把实物转成时尚 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生只能借个缘 去不了 我讲 我讲敬业三福 讲了很多遍 一再提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同俱土 要把三福第一条 真正知道 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死师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决定生 凡生 同俱土 有把握 你能够做到第二条 你决定生 方便 有俱土 你三条 统统做到 你决定生 实报 庄业 后面太高 不容易 最低限度 第一条 这个四句 我们要做到 认真 努力 去做 知道 不做到 就不能出轮回 你要想超越轮回 就一定要做到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是啊 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